昨天晚上我们锁定中视 102年的广播金钟奖 昨天晚上是热闹登场了 典礼今年是以创意的歌舞剧来开唱 主持人唐从盛 杨千佩 又唱又跳 炒热现场气氛 而金曲歌王翁立友和动感歌后温蓝的演唱 也是让所有人都如痴如醉 在奖项的方面 中央广播电台和教育广播电台 各自拿下了六项大奖 堪称是本届最大赢家 熟悉台湖搭配动感舞蹈 今年金钟很不一样 主持人杨倩佩 唐从盛 西装礼服 照样下场跳 舞曲力 还有各电台 知名DJ 不只开幕表演有看头 金曲演唱也很吸睛 夜太美 请快再危险 总有人黑着眼光熬着夜 大怪 我们都永远 被爱情相来不上 红利友和温蓝建立演唱 让现场成了小新演唱会 压轴大奖流行节目主持人 由袁永新获得 得奖人喜出望外跪地亲吻金钟 综合节目主持人奖 则由身兼颁奖人的曲爱玲 自己拿下 共享西享 恭喜 恭喜 今天特别贡献奖则 颁给资深广播人余光 从文化部长龙宇台手中 结果金钟 宇光说自己 倍感动要